小時候 因為阿嬤身體那時候不太好 常常會陪她去醫院 從她時候就覺得 護士其實是一個很溫暖的職業 一直到後來念了護理學校 發現其實選擇工作的時候 是要選擇一個 它是跟你可能興趣 是有一點關聯的事情 其實我小時候還蠻喜歡畫畫的 但是在學畫的過程中 就收到某一位的老師優大的指導 所以那時候我整整兩年 都不可能再拿起畫筆 所以那時候因為我左手是畫畫用的 那兩年其實我就像肥貂一樣 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發現 其實放棄的人一直都是我自己 到現在我覺得 不需要輕易為別人的看法 而放棄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就開始往設計方面發展 我們那時候上課啊 老師會從基本設計觀念開始教 教我們怎麼發想照靈感 還有要怎麼到完搞這個階段 剛開始做企業識別的時候 會分小組一起去討論報告 我覺得很好玩的是通學其實都來自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甚至有些同學他本身自己就是老闆 他們會跟我們講一些以老闆的想法 他會想要得到什麼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極視廣益 討論出這東西可以怎麼做 學平面設計的時候 因為全部都是業界的設計師來教 所以那時候還會分享跟我們 你可能在業界上會遇到哪些問題 那我覺得那是跟學校會有很不一樣的經驗 因為以前曾經放棄過 所以現在很珍惜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 那時候我都會想起以前啊 在醫院工作的時候遇到一些快要離開的人 他們都會很認真跟我講說 你如果有一天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不要放棄 尤其是當你還有能力可以執行的時候 在某次機會下我去參加大學聯合的美術老師徵選 那那時候其實到了現場才知道 另外九個老師都是藝術大學畢業的 那其實那時候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像他們一樣的相關經歷 那其實後來學校就講說 因為有一些相關的經驗就是在業界裡面 所以他們會覺得這個對學生也許是很實質上的幫助 所以就這樣開始陸陸續續教了三間大學的美術設計課這樣 一直到現在甚至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我都覺得 天啊這是一個一廂之外的事情 就其實我覺得很奇妙就是你會很猶豫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 可是當你真的開始了你就會發現其實你自己能做的 比原本想的都還要多很多 每當我看見或是熟到很美的設計 我心情都會變得很好 希望在未來我也能夠像這些人一樣 用設計感動一些我在乎的人 我心情都會做得到很快就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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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到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